香港之心粵劇花彈梁君妮 为你细数初入汽航时候的经历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做饭食 就做那些花彈仔 连讲都没机会讲的 因为我们真是循序漸进一级 一步一步上 真是不可以说压年有钱 风风大历史给你提倡师傅 就可以给你出去讲几句话不行 不可以的真是不可以的 摘下摘下摘下 真是老观人进来 骂个提倡师傅骂你 你记不记得很多时候 一个冲头报上 一出去一摘 观众很快的反应 反应很快的 立刻和你 一和你你更加惨 更加碰碰不记得了 梁君妮专访第二集 终于10月9号星期日 早上8点至9点 AM14心灵话语广播电台 厌海棠笑说梨园节目播出 敬请万物错过 各位听众 早晨 欢迎收听由 厌海棠所主持的《笑说梨园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亦继续上星期 访问一位 我很久之前就认识的朋友 他亦是一位香港的 知心粤剧《花旦》 而他现时就在萊省安居乐业 闲来无事就唱下粤曲 或者在朋友的性情难却下 偶然间都会做下大戏 这位就是梁君妮 她曾经是香港的乐曲比赛冠军 不止 而她仍是香港的见的朋友 梁君妮女士 而我称呼她就是英姐 因为她的原名就是梁绍英 而且她是家学渊源 说起她的哥哥就是 香港的汉丰粤剧学院院长 梁汉威先生 而她的姐姐也是香港的名花蛋梁绍森女士 和她的夫妻 文千岁先生合力创办 千岁乐剧学院 吸收了不少 喜爱乐剧的人士 不分年龄 因为我亲眼见过 小到几岁的学员都有 他们的魄力真是值得赞扬 说起我们的梁君妮女士 即是梁绍英 我们上星期就说到 因为在他们小时候 季兴妹曾经组成一个初之人剧团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问问英姐 你们几姐弟和一班 而你在戏班里 几姐妹之中就是最小的一个 其实在当时 阿威哥和阿芯姐她们 有没有欺骗你呢 她不会欺骗我们 阿威哥不会欺骗她 因为反过来她最疼是你 她会很紧张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说话 出到去真的要做给别人看 她很紧张你不懂做 只有教你做 是不是呢 不想你的妹妹不懂 不想你的妹妹 就是所谓出丑给别人 我的意思就是 有什么时候 阿威你做吧 那不需要的 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都很清楚一件事 每个人都有个医伤 是 没错 那芯姐有芯姐的医伤 威哥威哥的医伤 以前你都知道 妈妈跟着我们 是 那我们为了省钱 你不请得那么多个医伤 是 是 是 妈妈一手一脚 另外请一个人来 是 两个人 那个贯叔 是 贯叔 我都不见了很多年 那请多个贯叔 那贯叔有个太太 那又来 有三个人 是 是 是 去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其他东西是不用做的了 看戏服也好 都是他们做的 你们是负责演戏的 我们真是 我们根本没时间去理会其他东西 你最重要是看曲 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你唱得多漂亮 你做得多好 你出去不记得曲 真的不行 其实来说 你在戏班里面这么久以来 是不是一直都是 跟威哥 跟芯姐 组团 或者说英姐 你自己来说 你有没有离开他们 自己跟其他剧团一起演出过呢 我本人就已经是独立的了 已经是独立的了 是的 一直一直独立的 你一定要这样的 你又不需要姐姐赖你 又不需要哥哥赖你 成长了嘛 是 成长 个别成长 因为那时候很早期 姐姐也去了加拿大登台 哦 是 是 她很早期 七几年的时候 去了加拿大登台 一路就转接过去美国 一路停留在美国 后来就结婚 是 是 是 那也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香港 嗯 如果我跟着她 靠她去找食物 那就很惨了 那当然了 那不可以嘛 那我们应该是自己独立的 那当时你是去买哪一班呢 没有肯定 你总之香港哪一班有开的呢 最重要的班主就是说 你这个 听话 嗯 肯做肯挨 嗯嗯嗯 有胆 是 那他就真的很喜欢请你们 每一个都是 他很喜欢请这些一起去做 嗯嗯嗯 那时候太多人才了 是 很多 很多人才 那你在启德丽院做的时候呢 那是跟哪些人做的 我跟很多很多个 那些啊 陈嘉珍啊 嗯 嗯 我现在想起这些人 我都 新海泉啊 哦 任劍兴地啊 哦 是哦 河文患地啊 那些 现在这些 现在已经全部做老角的了 是啊 是啊 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做班 第一次做班 寻食 是 真正寻食 第一次做班 在器班寻食 就做那些花蛋仔 哦 花蛋仔呢 就是 我们连说都没机会说的 连开口说一声都没机会说的 未是开口没香 未是开口没香 哦 你没有机会那么快的 因为我们真是循序漸进 一步一步上 真的不能说压年有钱 风风大历史地给我提抢师傅 就可以给你出去说几句话 不可以 那你这处都会做就行 不可以的 真的不可以的 嗯嗯嗯嗯 你出去 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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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受到 有些老官都进来骂 当然啦 影响了整套戏啊 骂了提抢师傅也骂了你 是啦是啦 很严重的 大班來說是很嚴謹的 你記不記得很多時候 如果你做腳色也是 一個沖頭布上 一出去一出去 下面的人會疼的 觀眾反應很快 反應很快 一疼你 你就更加慘 你更加全部忘記了 是呀是呀 有些老觀眾 更糟糕 你一出去很威風 一個大沖頭布上 誰不知他用眼睛瞪著你 即是說那些男子 做兵那些 或者做那些小將軍那些 帶領相出去 老官 你記不記得 麥炳榮 我剛剛想說 劉榮叔 他的眼睛又大 滾著你 那他當頭閃了 真的很多很多事 那些觀眾嚇到你 真的 你真的沒有地志勇 你真的回去 你真的不被人罵 有一頓氣候 阿榮哥罵到死 其實來說 又不是幫阿榮哥 你的氣氛是要這樣 他的眼睛是這麼大的 第一次罵 就罵了提長師傅 因為他負責派戲給人做 有沒有找過這樣的人出去 是嗎 傻了我們 這些是真的 事實來的 我在榮哥班裡這麼久 我也親身見過很多 我第一次罵的班牌 就是大龍鳳 你啊 大龍鳳我第一次搭台版 做梅香 是嗎 你記不記得是誰嗎 完全沒有 大龍鳳你記不記得是誰 我知道 大龍鳳我做很多 你做很多嗎 你是後期的大龍鳳 後期 我最早期 我出道比你早很多 是 那時候大龍鳳你記得嗎 麥炳榮 女姐 小女姐 任兵儀 譚蘭卿 黃千歲 你是黃千歲 你是黃千歲的時期 我入大龍鳳 是黃千歲 就沒有做了 你是很後期 那時候 洗薰哥 就是黃千歲 李香琴 琴姐 我入的時候 已經是小女姐任兵儀 最記得是正月 就是那台 正月在香港大會堂做 陰宮那裡 你知道香港 全部是沒有食物的 正月 所有店鋪都關了 真的餓著很多個小時 但是就算大會堂做 大會堂沒有飯煮的 你知道 要買飯盒的 哦 是的 大會堂是沒有的 那裡不准煮東西的 你記不記得 每重年初一 我們一定要回去做大宋子 餓秀 餓秀 家觀 才會再開正本戲 其實每年一定的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對現在也是 那些神功戲也是這樣做的 是啊 如果神功戲 如果大台腳 當然要做六個大風尚 是的 我最記得 第一次踏台板 做梅香花蛋 就是在大龍鳳 哈哈 最後那台 就是在什麼呢 我後期那台 就是幫先鳳鳴的時候 錦白先鳳鳴 還在尼姆台做 哦 最後那台 就是很欣賞 先鳳鳴和尹姐那種 就是那種認真 是 很欣賞 真的很欣賞 是 甚至你做過花彈仔 在他的班 他是整理得很齊整的 是 你的化妝 從你的頭顏 什麼 全部都是在班上供應你 但是一定要你很齊整 做得很漂亮 很齊整 是 是 是 所以他走得很好 那樣 就是要過得阿仙姐眼線 要挑選過 你才能埋在他那裡 是 是 我們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 是的 自己有底 我們已經在那個初段 那個 氣行初段 一直捱 一直捱上去 已經經歷了很多時間 是的 我們不想再從頭來 重新再讀幼稚園 很浪費時間 是的 沒錯 所以你就沒有做初諷了 沒有幫他簽約 還有聽聞先姐很兇的 是的 全行都知道 是的 他很兇很嚴謹的 那自己一來可能又是害怕這件事 那時候也不需要 那時候 你都學了那麼多 是的 為什麼要從頭 在那裡做花彈仔開始 大分別我是職業的 是的 我是真的賺錢的 是的 你埋去初諷 你是做他的學生 就沒有錢的 那你沒有錢 都是不可以解決到 你本身最基本要的問題 是的 你已經是賺錢的了 是的 我不可以放棄這件事的 是的 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說錢來講 起碼你也有氣做 是的 沒錯 那你初初埋去初諷的時候 當然沒什麼氣做 那何必呢 就是走瘡了路 是的 我最記得那次就是現在的姐雪芯 那時候我跟她一起在個班上面 嗯 那跟她做過一兩屆班 大家都在做花彈仔 嗯嗯嗯 大家都在做花彈仔 是 那她就真的好新好新那時候 嗯 驚到打香的羅鼓 你知道走先的 我們那些梅香 是吧 震了 震了 是 我不可以不出去啊 我不行的不行的 那當然不行啦 想到出場才說不做啊 因為各人有各人的氣憤的嘛 那真的我都歪了頭了 那怎麼做好呢 不如我們還是休息一會吧 回到頭的時間 回到頭的時間 下一個環節 梁坤妮就會繼續告訴你了 我們回到頭再見啦 各位聽眾 歡迎回來 艷海棠少雪梨園的時間 在今天我們是繼續訪問 香港的資深粵劇花彈 現在經已移民來美國的梁坤妮女士 那在上一回呢 梁坤妮就是阿英姐 那她又說到了 以前在先鳳鳴的時間 還沒有初鳳鳴 身為學員的一份子 當時都很漂亮的 一位花彈仔謝雪森 到她臨出場的時候 突然說好害怕 不想出啊 那你猜阿英姐又怎麼對待她呢 推她出去啦 今時今日 她又有她的好處 她去初鳳 她又做了靜眼花彈 她又對 她由一張白紙開始 走對的路 她由一張白紙開始 她就從頭來學 是呀 但我們不是 我們已經經歷了這麼多 有底了 是的 有底了 所以那段時間 你就沒有簽到初鳳了 沒有 放棄了 但是呢 你有沒有 譬如在其他的班裏 繼續做下去 還是另外一種的生活呢 一路做班 一路做班 做到我16歲已經 開始離開的起航 是的 沒錯 就講到這裏了 就是因為在我出道的時候 正式埋班的時候 我記得 就阿英姐 都已經沒有在起航裏做 這種是一個緣分 很奇怪 那時候 我心裡都很奇怪 咦 為什麼 阿森姐那時候 都已經不太多做了 威哥還有 威哥還有 一直在起航裏 後來阿森姐 才回來起航 像你所說 阿森姐都移民了 移民去加拿大 美國 是不是 後來阿森姐才回來 那時候我都很奇怪 我都不見阿森姐 你那時候是換票性質 你知不知道 後來我是正式的了 後來即正式入班 賺食的時候 那時候阿森姐 沒有什麼在起班裏做 所以你後期的生活 我完全 就是完全不知道 我就是當時 六歲離開的起航 是不是 我就正式離開起航 就是結婚還是怎樣 我離開的起航 我就專注唱這個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唱那個歌壇 哦 唱歌壇 還有專注是唱那方面 哦 這樣 唱歌壇 錄音 哦 即是不再做戲班 心很酸 嗯 因為太多人才 是 也都要講一下 你也都要講一下很多 關係 關係 是的 還有都要講一下運 當然了 你多努力都沒有用 是 當然你不努力更加沒有用 是吧 但是真的要講一下運 是 很多事情是 有好的一面 有不好的一面 看你自己怎樣去消化 很多事情 是啊 沒錯 很多時候那些人都說 一命二混三風水 就算你自己本身有底 或者你有條件 都要配合很多天時地利人和 不論到我們 那時候 我的性格又不喜歡跟老官 是 我不喜歡跟老官 即是不喜歡埋堆 是 不喜歡埋堆 那時候 那時候 現在後期 都現在很多 很多花彈 現在做到今時今日 都還在氣行 是 好像阿菲燕 阿菲燕 阿菲燕 他又沒有跟人 是 但你們就講一個高麗 高麗 高麗就是 阿呂姐 高祝來的 是 是 是 入室弟子 還有很多 以前跟老官 那時候還有 梁鳳怡呢 很早就離開了氣行 梁鳳怡呢 跟阿榮江 去了澳洲 一早就離開了氣行 很多很多 我覺得 在我眼裡 我那時候 雖然很小 我在眼裡 我也有媽媽生的 我這樣想 為什麼我跟著老官 好像妹仔 是 挺傷感的 那時候我會想的 你知道嗎 拿著小水壺 玻璃壺 裝著茶 或沸水 跟著 在後台 跟著老官 跟著 跟著 衣服 跟著 衣服 跟著 因為他出場 出場之前 有些老官 要喝兩口水 是 拿著水壺 喝兩口水 甚至有空檔時間 他偷雞進來後台 又立即服侍他 濕一濕 他也要的 是 你很慘的 拿著茶壺 茶壺仔 躺在後台虎凍會 等著 看著老官 看著他 如果不是 你脫了一點 不記得一點 罵死 所以這些 跟老官 就是這件事 不好處 是很辛酸的 他肯教你便好 是 你很辛酸 無所謂 他肯教你便好 要跟著老官 對 如果不教你 一美成就行了 罵你 當你妹仔不用你 你更淒涼 是 我那時候不明白 很多時候 為何那些女生 跟著 男的 根本來不是學過 學過那些東西 就是 根本不適合 你說是嗎 是 那時候梁鳳兒 袁兆輝 是一對 那又不是的 是 誰的入室弟子 我都理解到 例如梁鳳兒根 麥炳榮 榮哥 就是 他做第三花彈 有他就有他 就是這樣 你都清楚 他做第三花彈 我們才開始去摘梅香 是嗎 是呀 但他後期 一直做很多年 後期 我跟他拍攝 做一對花彈 我進去的時候 好像是 你說一下 好像我在這裏的時候 你都還在大龍鳳 是 他第三花彈是梁鳳兒 第四花彈是高麗 是呀 高麗就是跟女姐 我們這些年 開口梅香 都沒有資格做 都是真是梅香仔 真是有時間等 一路浸 是呀 我們看到 那條路真是很長 何時才輪到我起呢 上位呢 不希望這樣做 其實那時候 你說起梁鳳兒高麗 我最初埋大龍鳳 那時候是做二小的 第四小生的 做了幾台 那時候梁鳳兒還在 後來就因為文哥 劉悅峰 不知道他要移民還是什麼 那時候空缺了一個位 你補上 是呀我補上做第三 是呀 那時候我立刻上位 那幾台之後就立刻 不是立刻起了 即是沒有人 我又熟他的戲 立刻上大龍鳳 做第三個 那時候梁鳳兒還在 做了大概兩年左右 鳳兒又沒有做了 高麗上了 是呀 我也在大龍鳳做了很多年 你有跟高麗拍過嗎? 有 大家靜印那樣 有有有 那時候跟高麗拍得多 我就在啟德亞、黎苑那些 噢 是呀做了很多 噢 那我離開了戲班 是呀 你離開了戲班 我都不知道你在那邊做 是呀 很多很多 那時候真是熬 後來我就來這邊做戲 認識到我老爺 認識到我先生 於是後來緣份 我又結婚了 是呀 現在就在電台叫女生 我記得我也有份喝的 是呀 嗯 那說回英姐 梁君妮女士 那時候 你在戲班裏 都是一直有演戲的 後來為什麼 你會正式正式離開粵劇界呢? 我覺得機會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有唱的 你是身心疲累 那時候 我是很忙的 那時候 哦 真是很忙的 你意思是否在歌壇裡面 很忙的 你趕著長口 我是好話沒有聽 歌應於時三妻的 嗯 一接到通告 就進片場拍戲 當然我們拍戲 也不是做主角 是嗎 最早期我們拍戲 不是做主角的 即是拍戲是古裝 是不是 粵語唱片 古裝時裝都有 都有 好像陳寶珠 蕭芳年代 是是是 我們也有拍的 哦 我們拍青春少女的角色 哦 哈哈 譬如一班飛仔飛女 開派對 唱歌 跳舞 哦 我們那時候也拍那些 是是 做那些特藥演員 是是 知道片場有需要錄音 我們也錄音 多元化 很多事情去做 又要做戲班 你說是不是 根本都沒有時間 我可以一天裏面做兩件事 哦 那班上面呢 我仍然在這班 在這個戲班裏做 嗯 那我跟那個提搶師傅 就打開個旗 今天我偷雞去錄音 嗯 就是我可以做到這樣 嗯 那當然當然 你人事關係要打得好 當然啦 那辛苦你啦 阿麥哥 那你下次呢 最多你有什麼不好的豬頭骨 你就把我給他 哈哈 哄他 是啊 那你這樣說就行了 是啊 放你啦 哈哈 那就是到人家下次 真的給你一個豬頭骨 那個位置你做 你真的要噓的 當然啦 信用的嘛 對不對 是啊 甚至你是小妹 雖然是小妹 你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給你一個梅人婆出去 是啊 醜醜漏漏的 你出去都要做的了 是啊 是啊 我們在班上面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說不做的 不到你說一聲說不做的 沒錯 因為這個位置是你的呢 這個氣氛是你的呢 無論任何角色你都要做 通常這個位置 梅人婆你會給誰做的呢 嗯 你那些叫做三醜 是的 四醜 就是醜生的醜 是的 那些是負責煙絲碼那些 是的 給煙絲碼那些 但是如果那些不能做的話 你就真是你那個 花蛋仔什麼都要做的了 是啊 真是沒得談的 你不可以說不做的 提搶給到你就要做 是啊 那有時候做反傳呢 是的 例如雷明金庫賺家聲裡面那個 太子啊 長安軍 那套太子啊 那套太子啊 你做過了 是啊 很多東西唱很多東西做 是的 交到管曲來 你明天要做這個 你就真是乖乖地要 你真是要做的 沒錯 這個有一樣好象 你都明白我們在戲班大 我們真是在一個坦邊 熬大 是 真是看著了 學著了 所以任何東西都難不倒這批人 是啊 有底嘛 是啊 是真的 有時候想起以前我們演戲的時候 那種辛苦法 真是不足為愛人道 怎樣辛苦 如果你們喜歡看戲的話 那你們有沒有看過天光戲啊 而我們這批呢 就真的做過天光戲了 至於天光戲是什麼 一回事 下個星期 梁君妮和艷海棠 就會為你解答 說到這裡 不如讓我喝一口水 回頭的時候 我還會播出 梁君妮和譚家祥 兩位所演唱的 《艷曲醉周囊》 另外一些精彩的片段 各位聽眾 歡迎回到第四個環節的笑說 離緣時間 我是艷海棠 在剛才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曾經播出 由香港的唱家 譚家祥先生 和今天我們訪問嘉賓 梁君妮女士所演唱的 周瑜之《艷曲醉周囊》 說起這首《艷曲醉周囊》 相信很多喜歡粵劇曲藝的朋友 對這首歌都絕不陌生 因為無論是卡拉OK 或粵劇欣賞會 或粵劇演唱會上 很多時候都聽到這首《艷曲醉周囊》 而她的原唱者是香港 龍家鳳劇團的兩位主角 李龍和南鳳 而讚曲是香港的名片劇家 葉兆德先生 可能是由於這首歌 葉兆德的編排 令到她 曲牌和小曲都很容易記 又很容易唱 所以很多喜歡粵劇的朋友 都會選唱這首《艷曲醉周囊》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是馬上為你播出 由梁君妮和譚家祥所合唱的 《艷曲醉周囊》 另外一個精彩的片段 我們多謝各位聽眾的收聽 也多謝梁坤妮女士 借出這個寶貴的錄音帶給我們電台播出 《艷海棠》消說離圓的節目 下星期日同樣時間我們再會 拜拜